詞曲 李宗盛 日用天涼 月年 四旬旗 第一週 星期五 達則克爾先知書 十八章二十一至二十八節 上主天主這樣說 若惡人悔改 遠離所犯的罪過 遵守我的法道 遵行我的法律和正義 必得生存 不致喪亡 他所行的一切邪惡 必被遺忘 他必因所行的正義 而得生存 我豈能喜歡惡人的喪亡 我主上主的段語 我豈不更喜歡他離開舊道 而得生存 若惡人離棄了正義 而行惡 一如惡人所慣行的醜惡 他豈能生存 他行過的正義 必被遺忘 因爲他背信違約 犯了罪過 必要喪亡 你們或說 上主的作法不公平 以色列家族 請聽我說 是我的作法不公平嗎 豈不是你們的作法不公平 若是二人離棄正義 而行惡 因而喪亡 是因為他所行的惡 而喪亡 若惡人遠離他所行的惡事 而遵行法律和正義 必能保存自己的生命 因爲他考慮之後 因爲他考慮之後 離棄了所行的一切惡事 他必生存 不致喪亡 聖詹詠 一百三十篇 1-8 節 上主 我由深淵向你夫號 我主 求你府聽我的夫號 求你則以府聽我的哀吾 上主,祢若世察我的罪孤,我主,有谁还能暂立得住 可是,祢以宽恕为怀,令人对祢喜敬喜爱 我仰赖上主,我灵期待祂的圣言 我灵等候我主,切于耕夫的代旦 请以色列仰赖上主,应切于耕夫代旦 因为上主负于仁慈,祂必定慷慨救援 祂必要拯救以色列仁,脱离一切所有的罪根 《玛逗福音》五章二十至二十六节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我告诉你们,除非你们的义得超过经思和法利赛人的义得 你们决进不了天国 你们一向听过吸古人说 不可杀人,谁若杀了人,应受裁判 我却对你们说 凡向自己的弟兄发怒的 就要受裁判 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 傻子 就要受议会的裁判 谁若说疯子 就要受火辱的佛 所以 你若在祭坛前 要献你的礼物时 在哪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 就把你的礼物留在哪里 留在祭坛前 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 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 当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 赶快与他和解 免得对头把你交予判官 判官交给差役 把你投在肉里 我实在告诉你 非到你还了最后的一文 却不能从哪里出来 圣经反省分享 在厄则克尔先知书第十八章二十一至二十八节中 先知厄则克尔提出了一个相重的观点 一方面 如果作恶的人真心对过去错误的所作所为作出悔改 他就会得到天主完全的宽恕 这是因为天主希望我们生活而不是死亡 另一方面 如果以前是行义的人而转向过着犯罪的生活 他就会死在罪中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不公平 他以前做了那么多善事 为什么还要受到惩罚呢? 旧约时代的人们有一种看法 他们认为人们不只是因为自己过去的罪而是有罪 甚至对父母的罪也成了有罪 在《约望福音》中 耶稣被问到 生来核眼的人是因为他自己的罪 还是他父母的罪 失明、瘫痪、耳聋等 通常被视为是因犯罪而受的惩罚 当贪子从屋顶下来到耶稣脚前时 耶稣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人啊 你的罪射了 《罗家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 罪确实被射灭了 因为罪罚的喜恩也被除去了 但在这里 厄仇刻意是在肯定罪是属于个人的事 而且是一个人目前的生活状态 天主是根据这种行为去作出审判 由大,一个被减损的中途 因为生命中最后的错误选择而失去救恩 与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杀人强盗 因他的悔改 与耶稣一起进入乐园 不是天主定我们的罪 是我们自己选择与天主在一起 或与天主疏远 天主只是确认我们的选择 所以我们也不必为我们的过去感到焦虑 重要的是我今天以及以后的每一天如何与天主相处 以及选择与天主同在 或者如果今天我直接或透过我与周围人交往的方式拒绝天主 那么,无论我过去多么有道德 我都已经把天主从我的生活中排除了 另一方面,如果今天我选择天主 那么我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无论我过去犯过什么罪 因此,我们可以感到安慰的事 无论我们过去做了什么 只要我们此时此刻投奔天主 就不会影响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以自满 我们过去的良好记录 随时可能因为我们的罪行而被彻底毁掉 马斗福音第5章20-26节 耶稣教导门徒遵守戒命时 耶稣指出心事欲望,选择和意图的所在之处 除非连根拔起和铲除邪恶的欲望 否则心灵就会被毒害 身体就会成为罪恶和私欲的奴隶 心中的愤怒与言语或行动上的愤怒是一样的 都是被禁止的 主耶稣以恩典命令来除掉你心中的愤怒 就不会杀害生命了 只有天主的爱和恩典才能使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摆脱 会令人受伤的骄傲和恶意报复的暴政 请求天主让你得以自由 并用他的爱和真理来充满你的心灵和头脑 主耶稣 我的心冰冷了 求你让他对所有人 甚至是哪些伤害我的人 充满温情 富有同情心和宽容 愿我只思考和说些令你喜悦的话 并为我遇到的所有人提供友善的服务 阿猛 小明镜需要了